高鐵乘務員到車廂裡 看到了一名女子正在啜泣 因為呢 在眼前這一名比丘尼 疑似出演辱罵她 我現在氣壞 我一直在家 有一個高鐵乘務員 事發是在1月1號 元旦廉價結束的當天晚上呢 有民眾搭乘高鐵849次列車 在第九車廂時呢 一名旅客蘇小姐 被一位公姓比丘尼公然侮辱 對方呢是說她穿皮環 穿唇環會破財錢都亂花 就這樣在高鐵車廂裡面亂罵她 因此呢 其實不只是高鐵乘務員 連警方都抵達現場 當時呢 其實蘇姓被害人 已經下了嘉義高鐵站 但是公姓比丘尼否認犯行 也拒絕配合警方訓問 雖然警方知道她的身份 但沒有相關法條 可以約束 只能放任她自行離去 因為其實這一名公姓比丘尼 是高鐵及台鐵的常客 曾經在列車內自言自語 還請站務人員協助提行李 但是她態度有問題 而且還曾經跟其他乘客 發生口角衝突 這一回呢 又是因為跟一名女子 發生了口角衝突 又再度登上新聞版面 geez 試試看 щоб 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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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